今天消息来看到是喝酒不开车 结果土城的一名女警在取地酒驾时 没想到民众不但不配合 前后还炉了将近半小时 甚至找来了议员到场官说 让这名女警也是备受委屈 我们立刻把时间交给记者林一婷 为大报导这些情报 是主播昨天新北市警方呢 在土城拦查到一名理性男子 那因为他涉嫌酒驾 那警方呢把他拦下来之后呢 没想到理性男子态度相当的恶劣 不仅呢不配合酒侧 而且呢还打电话 找来这个议员彭成龙到场官妾 那当时的这个酒侧的女警呢 受到非常大的压力 当场落雷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情形 就是在昨天下午两点的时候呢 这个理性男子骑车左摇右晃 那这个女警呢上前将他拦下 后来闻到他身上呢有非常浓的酒味 那要求酒侧呢 没想到呢这个理性男子说 他自己呢是其实在这个土城分局 当疫刑十多年了 拒绝酒侧也拒绝喝水 那警方呢其实花了大概半个小时沟通 理性男子仍然不配合 那后来呢这个议员到场之后呢 其实呢这个警方有跟他说 这个罚单呢已经开了没有办法更改 那双方单街呢发生这个争执 那处理女警呢因为饱受压力 当场落雷 但是呢他们仍然坚持呢 处理的方式呢是愚法有据 以上现场情形 镜头还给朋友主播 好我们谢谢一庭连线报导 没有想到呢这取地酒驾 结果来了议员关切 也让女警最后累撒现场